这是宝箱 这是剪头 打开 拉开那子弹 退上头 就可以打了 这是97岁老人私藏枪支的真实影响 警方得知后立马上门收枪 腾老却不慌不忙 拿出一张枪支持有证明 紧接着他大声说道 这是苏裕大将军赏给我的枪 要知道从1996年7月5日起 我国就开始实施了全面进枪 甚至猎人都不允许持有枪支 可当警方看到腾老的持枪证之后 他们竟连忙给腾老鞠躬道歉 这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到底什么来历 为什么全中国十几亿普通人中 只有他能合法持枪 这还要从腾老15岁砍下鬼子脑袋说起 1940年5月上旬 腾老当时的司令员是廖龙雕 当时占据山东的小日子开始向齐鲁大地进攻 妄想一举歼灭八路军的山东纵队 当时的八路军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条不怕死的命 司令员廖龙标一声令下 谁是英雄 谁是狗熊 能砍下鬼子脑袋的就是真英雄 腾老当时第一个计划 腾黑子报告 我18天之内就给你拿个鬼子脑袋来 司令员看着眼前十五六岁的腾黑子 笑了笑说 好 你要是真能说到做到 我就赏你一把枪 当时八路军在杨家恒的战斗中非常不一 小日子凭借优良的装备 三番五次的占据高地 他们居高临下 八路军打得非常艰难 再一次在我军冲击日军的行动中 腾老大叫一声 擒贼先擒王 先把扛起的鬼子干掉 随后他举起手中的长枪 瞄着鬼子军的骑手就是一枪 骑手应声倒地 这一下让小日子队伍乱了方寸 随后腾老和战友们一起冲上高地 在这一次战役中 年纪十五岁的腾老干掉了六个鬼子 获得廖荣彪那把毛色枪的同时 还被授予了个人异等功 有很多网友会说 腾老财干掉几个鬼子 就这样被赏赐 不会是个关系户吧 1925年腾西远出生在山东济南的莱吾区 家里两个哥哥 两个弟弟 虽然有四个兄弟 但腾西远的爹娘早逝 家里面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腾西远小时候 两个哥哥就早早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 年幼的腾西远成为了家里的大梁 为了能让两个弟弟吃饱饭 他给地主当门童 去街上捡垃圾乞讨 什么脏活累活腾西远都干过 后来腾西远的堂哥被日本人抓走 说是要做什么实验 结果再也没能回来 从此之后 腾西远对日本窝口恨之路 心中也萌生了上战场杀鬼子的想法 1938年2月 13岁的腾西远正式加入抗日的队伍 别看腾老当时年龄小 在战场上就数他鬼点子多 短短两年时间他就立了不少战功 直至杨家恒一战 腾西远大喝一声打掉了敌人的棋手 组织这才决定奖赏这位少年英雄 而腾西远的另一把枪更有来头 是另一位大将素玉亲手挂在他身上的 他是中国唯一一位可以合法持枪的普通民众 13岁入伍 15岁立下一等功 22岁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年 1947年的腾西远已经22岁了 抗战胜利之后 国党还要面对国民党的飞机大炮 腾西远此时已经打了9年的仗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 还顺利担任了炮兵连的连长 为了牵制敌人 苏玉下令分四路出击 牵制盘踞在南麻地区的国民党 腾西远在一处山沟里发现了国民党的两个加强音 腾西远当即就询问邵兵 你看到那边山沟里面的敌人了吗 邵兵摇摇头回应道 我看到了 但是敌人数量太多 我们没办法解决 腾西远立马打断邵兵说 你把手榴弹给我 随后腾西远拉开手榴弹就扔向了国民党军队 邵兵惊讶地看着腾西远说 你不要命了呀 腾西远没有回应邵兵 而是站起来拿着喇叭说道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赶紧后退 脚枪不杀 这一下还真镇住了国民党部队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一直和腾西远两人僵持了许久 最后腾西远等到了我党的警卫连 他朝天空开枪示意警卫连有敌人 最后附近的炮兵营和步兵营立马赶来 剿灭了国民党的两个加强营 战斗中解放军因为腾西远的战报几乎没什么上网 还缴获了敌人大量装备 在庆功大会上 腾西远再一次荣获一等功 还被现在的网友封为一个孤单英雄的称号 肃玉在得知腾西远的鬼才战术后 亲自找到腾西远 塞给了他一把德国产的黑匣子枪 并不断鼓励腾黑字好样的 从此腾西远便拥有了双枪 在解放战争时期 腾西远所在的部队一直打到东南沿海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很多战士都选择复原回到家乡 腾西远当时也非常想回家 然而毛主席一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腾西远立马身批容装响应号召 他坐上了从福建北上的火车 在路过自己的家乡山东时 他很想下去回家乡看看 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他觉得既然要去抗美援朝 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安宁的生活 现在仗还没打完 就这样回去像什么样子 腾西远所在的部队跨过鸭绿江的时候 和一伙敌人交上了火 腾西远回忆说 敌人天上有战斗机 地上有摩托化步兵 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和两条腿 虽然腾脑口上说着敌人有多猛 但他心里一点也不带怕 他爆破英雄的称号 也在这场战斗中而来 一位拥有抗日英雄 孤代英雄 爆破英雄三个光荣称号的97岁老兵 却被民警上门收枪 当民警看到腾脑的持枪阵后 他们肃然起劲 连忙对腾脑鞠躬道歉 原来这两把枪的来历都不小 一把是廖荣彪老司令奖励的 另一把是素鱼大将军的贴身手枪 在毛主席喊出一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后 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兵腾西远 立马响应号召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因为志愿军的装备和美军天差地别 我军只能采用穿插式的作战方式 对敌人进行分割包围 再合力攻之 一一剿灭 腾西远所在的部队接到的任务是 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伏击地点 可他们在行军的过程中被美军的坦克挡住了去 此时绕道必然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组织上的任务也可能毁制一旦 先军一发之际腾西远自告奋勇 他要带着炸药包去炸坦克 腾西远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 多年以来的作战经验 让他在战斗中有非常多的鬼点子 他趁着夜色带着炸药包 朝着坦克的位置匍匐前行 腾西远这一去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即使身亡也要炸掉坦克 危急关头 腾西远发现坦克的必经之路侧面有一个炮弹坑 长度和深度足够他一人躺下 在他躺好之后 后方的所有战友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不久之后 坦克开到了腾西远隐藏的地方 他一个翻腾起身 直接点燃炸药包扔向了坦克 爆炸的余波把腾西远弹回了那个弹坑 随后医疗兵迅速给腾西远医治 死神也联系这位老英雄 最终腾西远保住了性命 部队的任务也顺利完成 自此腾老又多了一个爆破英雄的称号 腾西远退伍之后 也仍在发挥着老兵的娱乐 他被分配到了家乡的工商部门 单位里的小辈有什么不懂的 腾西远都会耐心给他们讲解 腾老很少在别人面前提起自己打仗的事情 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 很多人也都慢慢的把这位老英雄遗忘了 甚至在他90多岁的时候 还被别人举报私藏枪支 直到警方看到了腾老的持枪症 才明白腾老有多么伟大 原来当年国家推行禁枪令的时候 腾老就主动去上交自己珍藏的枪 当工作人员听到腾老这两把枪的来历后 他们先是感谢了腾老为国家解放做出的贡献 随后又考虑到这两把枪对于腾老的特殊意义 上级领导决定把这两把枪特殊处理 让老人继续保存 同时还给同老颁发的枪支持有证明 如今老人已经98岁了 他仍会放声歌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他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 不要忘了共产党的艰苦岁月 不能辜负党对我的培养